2024年1月1号 沙特 埃及 阿联酋 伊朗 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金砖新成员国的专家学者表示 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有利于各国挖掘自身潜力 合作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并期待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注入新活力 国家合作机制作员国家合作战俄罗enter 会很利简响 加上最低的原因是刻银行引身統的 因为是我们的中心是藉息和西岳的国家 因为我们可以交付屋宣的国家 因为我们可以交付与世界的区别 埃及媒体人士表示 长期以来 埃及一直希望能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还对合作机制下鼓励金砖国家 同其贸易伙伴在开展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时 使用本币结算表示期待 认为这将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 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继续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 伊朗政治经济问题专家 埃桑·扎克米亚认为 金砖合作带来的是互利共赢的发展思路 能够通过经济互助来引领全球化的国际经济趋势 打破世界单极化 金砖成员国能够切实从合作机制中获益 通过来引领的项目 服务上的立体制 创造成员国际军 本身的顶持续 原则是发展科技成员国将 一定是发展到 武术人的你要做 原则是 着 劳于